歡迎回來 疫情持續擴散 衝擊餐飲業 包含新極餐廳和連鎖麵包店都想要救業績 剛好在3月都推出了買一送一的促銷架 而民眾也說 只要店面有完善的防疫措施 還是會上門消費的 受到疫情的影響 這裡的觀光客人潮幾乎變成是零 但是餐廳就改工本地的老客人 推出了牛排的超沙優惠 比臉還大的丁谷牛排 重達36盎司 800度高溫 火烤等製程就要30分鐘 牛肉切開後鮮嫩彈壓 3月更強打買一送一 大概一次兩成左右 平時大概是我們還維持大概六成左右 但是現在禮拜是幾乎都客滿了 牛排牛肉麵湯包琳瑯滿目 餐廳還要再創一波窄經濟 外帶跟外送就提高約三成業績 現在除了餐廳之外 連麵包業也加入折扣留寫站 隨著疫情影響 麵包店的業績也大減三成 不過隨著開學日到來 爸媽也會改買麵包來當做早餐 而業者也順勢推出10年史上最大折扣 剛出爐的麵包分塊切下 大三月部分品項買一送一還會再送折扣券 我大部分時間都是買回家吃 在家裡使用比較多 對 原因是什麼 覺得比較省錢 對 而且因為現在有病菌的關係 看有沒有戴口罩啊 或是出入口有沒有放那個消毒的 手筋之類可以做消毒的 店家不敢大意 除了備有酒精應戰 就怕麵包暴露時間過長 放涼兩個小時後就會馬上包裝 業者還會縮短營業時間來節流成本 我們原本打烊時間是8點半 那我們就是有稍微做一些調整 到營業時間到7點 那當然這個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這個成本上的考量 打出折扣不計代價就是要換回消費人潮 東森財經新聞需要組合 闊員台北採訪報導